近期追了一部悬疑剧《八角亭迷雾》 段奕红 祖风 郝磊 吴月等一众老戏鼓领衔出演 让我对这部剧充满期待 《八角亭迷雾》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却甚是好听 听到歌曲 让我瞬间又回忆起了剧情 一 周深最好的礼物 一首最不像悬疑剧主题曲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乍听之下会满是疑惑 这是悬疑剧的主题曲吗 悬疑推理剧剧情一般是善与恶的角逐 情节紧张刺激 主题曲也一般会较为沉郁 诡诀 极其扑朔迷离的氛围感 可是周深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最好的礼物》 却那么的温暖安静 丝毫没有悬疑剧主题曲的味道 难道是导演搞错了 看过这部剧的人都知道 其实反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才是这部剧所要表达的核心 所以主题曲会这样温暖安静 纯美充满爱的氛围 这首歌曲的词创作是徐梦雅 词作平时极富画面感 写的是一个温馨温暖 有爱的家的日常 家是新的归属 是安全感的来源 是勇气的出发地 歌词的字里行间充满温暖爱意 周深的演唱将词作里的温情 他用空灵缥缈的声线表达了出来 倾注了对家的情感 听起来就像是被爱的氛围包围 非常治愈 聆听这首歌曲 感觉像是回到小时候 在妈妈的怀里 那么温柔温暖 让人沉浸其中不可自拔 又如此安详平静 安全自在 仿佛世间的一切和纷扰 都不复存在了 加上之前的电影 不速来客的片尾曲 美好的世界 另外还有紫禁城音乐专辑 光亮 十月份的周深 有点小爆发的迹象 这两天 我也是陆续被突然降临的新歌 砸得晕晕乎乎 真是甜蜜的烦恼 我只需要努力去记住歌名就行了 至于歌词和学会演唱方面 我就不去幻想了 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周八歌的时候 高产的深深会再次打破记录吗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不过对于周深这样的表现 绝对不是现象级 因为他值得获得如此的青睐 其实出了新歌的发布 周深还有奇妙夜舞台 去年奇妙夜的舞台 周深一首大鱼的天堂 令人耳目一心 舞台表现也是相当的惊艳 大鱼凝望天堂般的家乡 对于周深的舞台表现 网友们也是表示出了八个字来形容 如梦如幻 如痴如醉 周深的新歌又又又来了 八角听迷雾主题曲 最好的礼物 期待 喜欢周深唱歌时的状态 眼睛里星光璀璨 满眼全是自己热爱的事情 更喜欢劳魔深 在我心中 在无数生米心中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歌手 更是励志的榜样 既然喜欢周深 就要像他一样努力 一天一天进步 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像榜样看齐 让我们一起加油 二 阿朵 与共 让人把片尾字幕看完的OST 这首歌曲 在片尾出现的时候 很多的弹幕说 这是第一次 因为歌曲把片尾的字幕看完 可见这首歌的魅力 这首片尾曲 有点悬疑剧情片的味道了 编曲铺陈的成郁氛围 让我联想到整部剧 英语缠绵 人物各怀心事的状态 主歌再次呈现了 各个角色所面临的心理纠结 将那种孤独与共唱出 副歌则拨开迷雾 勇于寻找真相 勇于承担所有 走出困境 走出自我的困兽之斗 阿朵的演唱毋庸置疑 声音柔美 少数民族的独有音调 有极具特点 在歌曲的处理上 它的咬字方式 我认为借鉴了王妃的技巧 有种飘渺不定的游离感 非常抓耳 还有这首歌的编曲 非常值得称道 一首歌的编曲 往往决定着 一首歌的整体气质 这首歌的编曲 在氛围的营造上 非常吻合剧情 在片尾的时候来听 给整部剧升华了主题 这首歌曲 我可以单曲循环 一整天都不会厌倦 阿朵姐姐 总是能够带来惊喜 很多的歌曲 是因为优秀的电视剧电影 为大家所熟知 而有的歌曲 则超越了剧本身 成为了广为流传的经典 时间往往是最好的法官 八角亭迷雾的 两首音乐作品 感觉超越了网剧本身 成为优秀的出圈之作 我可以再评论 就是这首歌曲 那么我们可以按下来 也订有什么歌曲 有什么歌曲 如果大家能够搭上来